你能不能别在屋里抽烟呢 我这小孩还在睡觉呢 你要心里抽起细去 想让我们跟你一起解下抽烟吗 你也是 这家里有孩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不能把言见了 他不让我抽烟可以跟我好好说话吗 你听见他刚才什么口气 毕竟我还是了个长辈呢 长辈怎么了 长辈围绕不顿也没人 谁围绕不顿了 我是吃喝飘走了 我是扯门拐篇了 行了 让你不吸烟 你就不吸不就行了吗 你不能把言见了 你吼什么呀 回头再把孩子给我吵醒 爸 你吵什么吵啊 你要凶啥呢 我凶了吧 你看看你心里怎么跟我说的话 害我为老不尊了 行了 你就别说了 让你不吸烟 你就不吸不就行了吗 你不能把言见了 就是 我说你一下怎么了 这小孩在我里能抽烟吗 这再说了 我跟你说多两遍了 让你抽筹打工 你要不去 整天就在他家里趴着 真是三条腿的板凳 放在哪里 你说谁是三条腿的板凳了 福哥 我跟你说 我这打工回来 还回了几天 以后啊 这工我还不打了 我给你吃鸡鸡了 盖房了 买车了 你到谁去我这三条腿板凳了 老师媳妇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他怎么就是三条腿的板凳了 他辛辛苦苦振挣钱 给你买房没吃 给你成亲 他现在不需要拼命了 在家歇两天 怎么了 这暗里演了吗 什么东西 你说谁什么东西呢 你说什么东西啊 儿媳妇 你怎么说话呢 你跟你娘家爸妈 就这么说话吗 你看他刚才跟我什么态度 你要好好跟我说话 你说孩子在里屋 躺着睡觉呢 不让我抽烟 那我能生气 我能发脾气吗 我看到 咱们俩姥姥 躺在床上 让你们端吃床 他伺候那会儿啊 你们才没有孝心呢 不是怎么了爸 我们俩说你错了吗 你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就少说两句吧 这生罢了人家听不见 让人家太笑话了 老婆子 这孩子咱不给他带了 咱又不还在 给他当生做完了 收拾东西 给我回老家 哎呀 你怎么还比孩子一般见识呢 咱又是真的走了 这孩子怎么办 他们俩还上着班呢 现在咱还能给他带孩子 还能对他有点用 他们对他就这个态度 到时候咱真老了 不能给带孩子了 对他没用处了 你想想 哎 那就可言而知了 儿子 媳妇 你要是真需要我们俩 给你带孩子 你就给你爸认错 爸 那个是我们不对啊 以后我们不用那对语气 跟你说话了 爸 对不起啊 刚刚是我一时冲动 以后 再也不那样跟您说话了 孩子也跟你认错了 你就别生气了 做了联系我的气 哎呀 谢谢